Hello 大家好 我是迪斯坦世界陈斯蒂 欢迎收看我们迪斯坦世界的第152集节目 在我们的迪斯坦世界144集节目中呢 斯蒂我跟大家有分享 为什么现在是买新房的好时机 宁愿买新房也不要买二手房呢 那今天的斯蒂就会进一步的跟大家分析 讲解一下为什么新房比二手房更香呢 那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 大家都知道的 我是一个以数据为依据的人 让数据说话 因为data never lies 因为数据从来不会沙谎 所以先给大家上一组数据 首先给大家看的是新房的建筑许可 这个数据呢是说在11月份 就是building permit建筑许可呢 它大概有是146万套 而这个呢比10月份预计估的149万8千呢 大概是低了2.5% 但是呢比11月份的142万2千套呢 大概高了4.1% 那独栋别墅它的那个建筑许可呢 是达到了97万6千套 这个是比大概在10月份的飞个96万9千呢 大概是高了0.7% 那这个数据呢是讲的是那个建筑许可 也就是新房的建筑许可 那下个数据呢是新房的房产开工 housing starts 那在housing starts同样的 它是在11月份的 那它这个开始开工的这个新房 是156万套 这个是将近15%高于10月份的预计的135万9千套 但是呢是比那个11月份的142万7千套呢 大概是高了9.3%左右 独栋别墅呢 它的开工率呢是将近是百分之 应该是114万4千3千套 114万3千套 我有时候的话翻译过来 还要想想转转是怎么样表达比较好 然后它这个是比10月份的96万9千呢 大概是高了18% 这个是房产开工 就是新房 它包括是总的新房的开工率 还包括了独栋别墅的开工 它的大概数据 那第三组数据呢 要给大家看的呢 就是房产竣工 就是housing completion 那housing completion11月份是 大概是144万7千套 那这个呢是比11月份的预估137万8千套呢 大概是高了5% 虽然是说百分之 比那个2022年的11月份 154万3千套呢 大概是低了6.2% 而独栋别墅呢 我说的这是新房的东别墅 11月份 它现在是达到了96万套 这是已经 已经收工了的 已经建好了 可以出售的房产 那这个是比在11月份 预过的99万2套呢 大概是低了3.2% 这三组数据啊 就是房产的那个什么 permit 就是许可证 建筑许可证 然后第二是什么 房产开工的housing start 第三个是房产新房的housing completion 那这三组数据呢 是就告诉你的什么 是现在新房目前的 它的什么 它的一个 目前所有的那个 出房的大概的总量 包括在near future 在不久的将来 它会出房多少出房率 还有呢 就是说 它那个将来的pipeline 在不久还有更多的 就是有多少 在将来的一年中 也会预计 会出多少房 因为大概 基本来说的话 新房它一般来啊 是大概4到6个月 可以建筑 建筑 移动 独栋别墅 那当然 多大约住在公寓 那就是另当别论了 因为它有大有小了 Anyway 这里呢 给大家提醒一下 您先来看的这个频道呢 是我们地产世界 美国 陈森林 地产世界的主频道 然后如果要是找不到 我们的频道的话呢 你可以扫一扫 上面的二维码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第一次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 你可以扫二维码 然后接着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 千万别忘记 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有机会 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内容 除了我们的主频道一道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副频道 叫做美国地产 Cindy Chen Realty International 这样的频道上面呢 也会跟大家分享 很多有关地产 投资金融方面的知识 非常实用的知识 还有热点追踪 还有实时报道 一些real case study 就是按列分析 所以呢 上面的内容非常繁多的 你可以从上面 学到很多的 可以说 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我个人永远就是认为 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信息就是财富 这样才能够帮助你 更好的更快的积累财富 那话不多说 我们继续今天的分享 那这里要跟大家看到 这组数据呢 就是 第一是刚才的那三组数据的总结 就是新房的供应是增加了 也这是12月份的数据 12月19号的数据 因为有一个之后期嘛 我们大概要 1月份数据 还要到2月份出来 那这里给你总结呢 就是现在12月份 不是现在 去年年底 12月份 Building Permit是146万套 那Housing Start 它刚才是那个什么 就建筑许可 Housing Start 是已经开工了的 新房是156万套 而已经建好的 可以出售的 或在售的房产是 新房 144万7千套 那这个数量 还是不错的 还是 可以说是在近年来 有往上走的趋势 如果你看这线形图了 当然是比那个 可以说在2021年和 特别是2020和2021年 特别是2021年的 它的这个线的话 说了 它的那个level稍微低了一些 但是还是说 在2022和2023年上 说的话 是往上走的趋势了 主要我觉得是 那个建方啊 建商开发商 他们呢 说到就是说 联储局要将来 要降息 在2024年 要降息的这个趋势 鼓励的下面呢 鼓励之下 所以他们就大力的 增加他们的开发建设了 这对于我们 买房者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 正面的一个信息 positive information 因为它的数量 更多的话 这样你的可选择性也多 同时的话呢 相对来说 它房价应该来说 就不会说 因为受到供应量的限制 而变得更高了 所以呢 但是我们再看历史数据 就是说呢 那历史上 每次住房开工数啊 达到了高点的时候呢 都会有短期或长期的 房产价格下降的情况 那这个呢 就是告诉你 在近年来 从1960年 到现在目前 2022年 2023年 它这个数据 基本上就是在它最高点 那我们就看最近的数据吧 2022年 2023年 它这个开工的数值升高了 这个蓝色线呢 代表是什么 独栋别墅 而这黄色线呢 代表是多单元住宅公寓 或者是单位 它这个基本上是 五套 就是五套单位 在一起的那种 多单位住宅公寓的那种数量 在五套以上 甚至黄色线 代表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是从历史数据上面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那新房数量有所增加 不管是说已经拿到了建筑许可证 或者是已经开工了的 甚至是说已经完成了的 所以新房的数量在增加 但是呢 市场对新房的需求 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呢 市场对新房的需求 是正在下降 也就是说 Sales of new single family ho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unk by 12.2% 也就是说在 这是12月的数据 也就是说在 11月份12月和前一个月相比的话 新房的销售是下降了12.2% 我觉得这里的话 大家不需要感觉 哦是不是房价就会下降呢 因为这个是什么 年底啊 销量下降是很正常的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房市的淡季 所以这里的话 不需要把这个点呢 就是说去 过度的去解读 或者是过度的扩大 加大化 因为这个是一个 季节性的调整 每年的年底啊 就是11月2月12月 到了来年的1月 它的房市淡季 它的销售都在下降 OK 只是一个下降 多少的问题而已 那咱们再看一下 具体的房产销售量下降 具体期间在哪些州 或者是下降的一个幅度是多少 其实它下降的话 最多的是在 就是美国的南部 它下降了20% 占近21% 然后呢 Lower Extended to the West 在西部下降了5.1% 然后呢 它的中西部呢 它的房产销售量 反而增长了25% 在东北部呢 还是也是增长了3.1% 也就是说呢 美国的在 即便在淡季 11月12月 我们这里的数据 是体现的是12月 2023年12月的数据 即便是在房市的淡季 它有些区域 有些地方 有些region 它的 有些region 它的sells 房产销量 还是在增加的 特别是它的中西部 和东北部 那当然也有下降的地域 那就是它的南部 和它的西部 那这里呢 给你分享另外一个数据呢 一组数据呢 就是房价 它的中值 因为我们谈到 既然房价销售量 在下降 那是不是会影响到 房价呢 这个是多少 是有关联的 那房价的中值呢 收到在 In the previous 43万4千7百美金 也就是说呢 房价销量的中值 房价销售的中值 是也在下降了 它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是48万8千9百 所以说呢 这个基本上可以说 它的房价的平均值和中值 也都略有下降 那现在它说的话 在2023年12月份 有45万1千套的home 这说的是新房 这里不是说二手房 这是新房 就是for sale 就是在市面上 现在正瘦的房价 现在一月 快接近一月底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数据 有一个月的滞后期 也就是相当于说 这么多的新房 就是45万套 多万的新房 我们用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那个参照值来算的话 就它的可以说是 相当于 是9.2个月的 供给 9.2个月的供给 其实大家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话 就知道 正常的健康的供给 是大概在 五到六个月的供给 一般来说是 五六个月比较更好 那这个 现在供给 是达到9.2个月 也就说明的话 是什么 新房的供给 是什么 是过剩了 也就是它的 它的supply 超过了它的demand 它的供给 是超过了它的需求 那对我们买家 或者是投资客来说 这意味着什么呢 待会暂且再给大家 先看一组数据 然后我们再聊 左边的是新房供给 你刚才给大家看的是 是actual data 这里是现行图 现行图是非常直观的 你看到新房供给是什么 上涨趋势 特别是在去年 2023年 你可以看 去年年底 到去年应该是下半年 应该这样说 下半年 这个房产供给 基本上是直线上升 是吧 然后再看看 它的那个 独动新房 它的出售怎么样呢 出售也是同样 它是什么 下降 正好是相反 也就是说 供给 新房供给是直线上升 而新房的销售量 销量是什么 是直线下降 它是正好是反比 是一个什么 是negative correlation 那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现在是 最好下手 买新房的时候 就是它销量在下降 但它供给 还在不断上升 那这个时候 你是跟那个建商 去谈调款 谈价钱 即便它不能跟你降价 但是它从其他地方 可以给你一些 很好的一些 优惠条款 所以呢 如果是有刚需 买房的需求的 或者是投资客呢 真的是非常好下手的机会 这里给大家顺便说一下 就除了我们油管频道以外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短视频平台 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怎么样 善于建立 才能够帮你更好的 积累财富 那在耳湾想买新房的朋友呢 怎么才能找到 最低价的新房 这个呢 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第三个给大家举的例子呢 就是如果你担心 买房以后 房价下跌 那这个 有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呢 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上 你可以找到 这三个视频可以找到答案 那如果是不知道 我们短视频平台的朋友呢 可以扫自己二维码 你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了 那在刚刚讲完新房的 这些供给和需求 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是 美联储的 2024年降息计划 为什么能跟大家分享 这个数据呢 2024年 美联储的计划 至少降息三次 可能会六次 那三到六次的降息的话 那说明 这会刺激建商的 开发建设的速度 他们更有信心去开发建设 更多的新房 那这一组数据呢 告诉你就是什么呢 我跟大家念一下吧 因为 因为我 这个资料啊 是我准备了 但是呢 问题是我还不一定 老有时间去 美一行就仔细看啊 所以有时候的话 要重新refresh 我的memory 所以这是 high interest rate price out demand as seen in august but also increased the cost of financing for builder and developer loans adding another hurdle for building 刚才我说的是什么 是正面的影响 就是说利率下降 会影响 就是建商会有更有动力 去开发建设 因为他们的自信心 或者他们的信心 更加的高涨了 但是从另外一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说现在的interest rate 就是说它的高利率呢 还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呢 增加了建商的一些 开发的难度 因为想如果是利率还是 相对来说比较 还是属于居高 那居高的话呢 它就会影响它的construction loan 也就是它的建造贷款的利率 那建造贷款的利率的话 它一个是增加它的风险 也能增加它的那个什么 金融费的负担 也会影响它的投资回报率 所以这些方面加起来的话 也会影响某些建商呢 就会什么 也会在可以说是观望状态中 也不会说大力的去开发 很多很多新房 in addition 可以说的 high mortgage rates are deterring homeowners from selling for fear of giving up their locked-in loan rate 这里说的是二手房了 说的也是因为高的贷款利率 所以呢 实际就是拥有低房贷利率的卖家呢 不愿意买房 这就造成了二手房 它的那个什么供给呢 也就是比较少 这样促使很多买家呢 不得已去买新房 所以呢 这种从角度来说的话 从这个角度来说 对于建商也是一个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好的信息了 同时他在说 many homeowners with mortgage are currently locked in at sub 5% interest rates 大部分的现在的就是 二手房的业主呢 他们的贷款利率都是低于5%的 极少 只有百分之可能10% 低于就是低于6%啊 或者7% 所以呢大部分的买家的 他的贷款利率低于5% 也就是说 如果要促使二手房的那个卖家 把房拿到市面上来卖的话 那贷款利率基本上要什么 要债5%或者是低于5% 才会给这些二手房的业主呢 有动力把房拿到市面上去卖 until那个时候开始发生啊 也就是说 直到那个时候开始发生 在这之前的话 没有多少二手房源 也就是说 也就会侧面的 从这个角度来促使呢 就买家呢 会去 更加的会有去买新房 那这里咱们说的 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 那你刚才说的 就是有这新房过剩 那又说新房的销量下降 那这里又说的话 没有多少二手房在房市上 那那些买家呢 不得已要去买新房 其实这个多少 是有一点点 那个自相矛盾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呢 关键点还是一个 什么买家的负担能力 因为真正能够负担的买 负担的起的买家 像很多投资客 现在都是现金在买房 或者是即便要贷款 也是贷很少的Leverage 因为他们可以什么 现金买房可以跟店商去谈 很好的价钱和条款 所以呢 大部分的现在投资客呢 证实他们下手买新房 而新房的话 他出租 租金也比较高 回报率也比较高 是吧 然后的话呢 而且新房 他的那个Mittance 也就是他的维护成本比较低 所以呢 对投资客来说的话 对投资客来说的话 他的carrying cost 因为他持有成本低的话 他的新房租金高 所以他的回报率相对来说要高很多 所以呢 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点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刚需买家 或者是有 有那个足够多的资金储备的话 那现在的确是买新房的好时机了 刚才给大家总结了一部分 但这里大家再review一下 或者是一些关键点 key points 是当前的房价居高不下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房源太少 所以呢 许多卖方的利率过高 不想换房 回避市场 第二呢 就是如果美联储的降息计划 会照常进行的话 那么越来越多的卖家呢 会逐步逐渐的返回房市 更加进一步增加市场的 房产的供给 第三点呢 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呢 是当贷款利率要降到5% 或者是更低的时候呢 市场才会从卖方上转向平衡市场 甚至可能变回买方市场 那这里要总结一下 讲那么多哈 总结的关键点在哪呢 其实in a nutshell 观点点就是说 如果你是刚需买家 或者是投资客呢 你要敢在这个什么 敢在房源 更多房源上市的前提下 甚至在同时贷款利率 没有降到5% 或者是更低的情况下 尽可能下手买房 不要把我 真的是不要把 认为是我是房产经纪 这样跟你说 我是作为一个投资者 给你在分享 因为你买不买房 对我来说 你也不能够影响 我的生活太多 OK 我照样 you know live as I do as I have been 所以说 不会影响 对我的生活 不会影响太大的影响 但是我作为一个投资客 或者是投资investor 投资客呢 给你来分享我的投资 心得 或者是说这个理念 所以说你要是说 要投资的话 那的确是要赶在 更多的房源 也就是说利率下降之前 更多房源上市之前 我说这里主要是二手房 还有呢 就是在利率下降到 5%和5%之下的 那个点之前 尽可能的 就是说去买新房 因为这个时候 时间段的话 那新房还是非常好的 可以拿到不错的deal 就是建商的各种各样 参数不穷的一些 刺激条款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 当然很多不同的建商 它有不同的刺激条款 如果你要是要想买新房 或者是入手投资 找更好的 那个就是说location也好 或者它的回报率更高的 一些有潜力的房产的话呢 我手上有很多不同的建商 它有不同的激励政策 可以给你分析 哪一个更适合你 这个是怎么说呢 不一定每一个 那个房产或者房源 都适合于你 不管是新房源 还是说二手房源 这给大家提嘴的 就是我们的网站 cinechainrealty.com 这个网站呢 给大家 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去建好 主要的目的呢 就给大家提供一个 就是信息多元化 同时呢 功能多元化的一个网站 在上面你可以 不仅可以找到 和MLS挂钩的 实时房源搜索 还有就是房产的 评估分析报告 同时还有房产按揭计算器 刚才给大家看 取了两个例子 你可以在之前的slide 上面看得到 接下来呢 最后我要 给大家分享是 2024年房地产 会不会碰盘 这个是大家问的 最多的话题 是大家最关心的 一个话题 这个呢 我用就是 几个经济学家 给大家分享的 那个 就他们的观点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是Alfu 他是 Zello公司的 一个高级的 叫宏观经济学家 他给大家说 在2024年呀 这个房产呢 它的那个什么 就是增值呢 会有所下降 也就是说 take a step back 它不会涨那么快 但是呢 不会not plummet 也就是说 不会崩盘 他说的话 在2023年的总结来讲 就是说 这个房市啊 即便是在那么高的 高利率前提下 这个房价 还是很坚定 异常的坚定 他说surprisingly 非常强劲 所以呢 他就说 2024年 不会说崩盘 但是呢 会有所收敛 或者说 这个增值呢 会有所下降 那另外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 经济学家 他是Dan 他其实是那个 New Homemade 一个CEO 是他说呢 他说在对于新房来说 New Construction Home来说 Price collapse within the realm of possibility 就是房价下降 或者房价下跌 是很有可能性的 这个呢 尤其对于投资客来说呢 是一个什么 是大力好的福音啊 就是投资客 他手上有大笔的资金储备 是吧 所以 所以呢 他有这个能力去 就是说在房价下跌的时候 他能够入手 就是投资很好的房价 或者是很好的deal 这个时间 真的就是 就像有人说 不要去跟风 就像股票一样的 就是大家买的时候 你也许要考虑到卖 大家卖的时候 也许你考虑到 要入手买 是吧 就是买低 卖高嘛 是吧 这个是非常 不能够再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 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OK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另外一张图表 这个呢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median sale price down 12.5% 这个说的是新房 我说的不是二手房 所以不要把新房和二手房 这个混为一台 二手房的话呢 它的其实房价 还是比较坚挺的 这里说的是新房 新房从20 这里数据显示 2023年11月份 美国的房价中位数 已经从2022年最高点 已经下降到的 可以说在 这是2023年底的数据 下降了12.5% 也就是告诉你 新房的房价 是回调到比较 比较这个幅度比较大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说 有这个刚需需求 不要再犹豫再三了 我还经常有 那个粉丝 或者是客户 跟我联系 啊我现在该乖 路手买啊 我一直从2011年 等到现在啊 我说天哪 我说你真有耐心 要是我换了你的 我早就买了 我都买了好几套了 从疫情开始 爆发到现在 我一直在 在找机会 路手买房 我也没有停过 所以说你要是 刚需买一下 那你更应该 你想想看这个 这段时间 你最好的利率 如果是在2022年 2020年到2022年 且上半年 如果是这个好的利率 你没有把握住的话 你现在还不把握的话 你可能估计再过一两年 更加 我觉得会后悔了 当然 我不是预言家 我只能跟你说 根据目前的房市状态来看的话 现在的确是 路手买新房的好时间 今天的分享 基本上到这 最后呢 我要在走之前 给大家再做一个 总结性的吧 这个归纳 因为有时候讲那么多的话 最后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我要讲的这要make the point 这个点在哪是吧 所以说对于买家和投资客来说 意为什么呢 房源越多 选择兴趣越多 所以买方呢 会更有更多的话语钱 这里说的话语钱 也就是说 你又更有那个 negotiation power 同样房产 购买价格更低 这样可以节省资金 那更低的利率呢 债务成本也更低了 投资的呢 可以得更高的回报率 我们说的是 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更低的交易费用呢 以及地产税 因为这些交易费用和地产税 它是跟房价自己挂钩的嘛 是不是 最后的一个环节 同样每一期跟大家分享 那个近期房源 这个是我独家代理的 在Dana Point的一个 无敌海景房源 要价560万 68万 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跟我联系 这个房产真的是 一直都是作为业主的度假房 基本上可以说 没有什么用过 都是空置 空置了20多年 所以这个房子的 verenture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它这个房子的 当时是一样板间 就是开发商 它是做那种custom build home 所以里面都是 一样板间的那个level来做的 里面东西做得非常精致 材质也是非常上乘 从这里可以看到 前缘可以看到 它的无敌海景 旁边是社区公园 也就是说那里不会建房 你的视野不会被挡住 都是看到非常美的景色和夕阳 房闪不要太美了 这个景观呢 正是更是无敌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跟我和我们团队联系 然后在最后的最后 要跟大家说呢 就是我们每周三和每周五的下午 每期时间三点 我们在这里如约而止 就是不见不散 一定要尽时的订阅我们的 那个节目的话呢 你可以不会错失很多的 有用的信息 我呢就是以数据为依据 给大家分享这些有用的 这些数据呢 给大家让你能够更好的 在买房的路上 或者甚至是卖房的路上的话 做更明智的决策 所以呢 每周三和周五下午 每期时间三点 不见不散 那最后的最后 要跟大家说的是 知识就是力量 信息就是财富 点赞关注不迷路 低产世界来带路 我是低产世界陈思蒂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关注不迷路